梁梁承认他在这次乌克兰的反攻中有巨大的损失 就是普京说已经损失了54辆坦克了 这是比较罕见的 环球网报导 据俄新社13日报导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混迹舰俄战地记者代表时称 在乌军近日反攻过程中 俄军损失了54辆坦克 另据塔斯社报导 普京还称乌军本月4日开始了反攻 反攻行动持续至今 大毛子如果量量自己说损失了54辆 估计可能可能就不少了 应该可能还更多 他们从来不说自己有多大的损失 在那里催乌克兰有多少损失 多少损失 这次乌克兰为了保密行动 似乎很少报道前线的情况 有人估算乌克兰这次反攻已经获得巨大的成功 只是还没有到公布的时候 只是还没有到公布的时候 希望乌克兰尽快的可以把它干掉 有人说中国对于海参丸 不可能有这个 有这个使用他们港口的可能性 现在因为乌克兰的助攻 大毛子现在紧急都把那个港口开放给中国使用 因此中国应该感谢乌克兰